嗨 大家好 我是瑞強 那今天呢 我邀請到了兩位 正在日本留學的台灣高中生 這一位是Baiyaka 這一位是Ahai 嗨 那今天邀請到他們兩個就是要問他們 在日本高中還有在台灣高中 有沒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點 無印良品 不是招牌 我一開始聽到他們講的時候有點嚇到 因為在我們台灣啊 就是你鉛筆粉裡面一定要放完 無印良品那種各種顏色的色味 對對對 國中的所有材質 對 還要回去把它收集完 對 才是好嘛 好像是我要買什麼顏色的筆 然後我就想說無印良品的筆很好用 我就跟我朋友說 那就是放學之後可不可以陪我一起去無印良品 然後他們就說 欸 去其他地方就好了 為什麼要去無印良品 第二點 オタク的印象 我很雜的興趣 就是我很喜歡看動畫 哉哉的各位應該都有這種 有點凶物資料夾 一剛開始其實有點害怕 就把這個帶去學校 結果後來我就在學校看到 在班上那個地位有點高的女生 他們都會有這種資料夾 所以我現在都很自然就跟同學說 你看我有這種興趣喔 然後我喜歡閃電師以為這樣 然後我覺得他們對這個好像就是 不會有太大的偏見 因為文當他也是一個很宅的人 就是文當的老家 他還是有那種等身大的海報跟抱枕 因為我反而其實對オタク蠻有好感的 欸 真的 因為我覺得オタク很 單純 對 他們都說 オタク的男生比較專情 然後他剛才有提到說 就是日本人啊 好像男生也會在追idol對不對 他提的 喔 是我提的嗎 他直接打我臉 我還褲挫振振地說 阿 挖振振的朋友 我有其他學校的就是日本男生的朋友 然後他非常喜歡來木板 然後就是還會去看演唱會 然後還會買就是專輯 那個鞋登機之類的 他很自然就是跟大家說 就是我喜歡這樣 第三點 日本人對於運動這件事情 比如說像我在台灣 學校剛運動會玩 然後運動會比較曬很黑之類的 或參加比賽然後小腿可能練粗了之類 然後可能會被一些家人啊 還是朋友之類的說 阿 妳怎麼塞這麼黑欸 就是會被講這種話 但是在日本高中裡面 因為他們很重視社團 就是體育這一塊 練粗小腿機什麼的 都是很正常的 他們反而會覺得說 很認真 然後很厲害 就是有得獎什麼的 我真的覺得 比台灣更重視運動耶 因為像是日本 你進一家公司 他們還會開自己人 我現在是什麼建設公司 然後就有這個建設公司 所屬的棒球隊 有有有有有有 就是他們社會人 他們裡面的社員會進來 自己組棒球隊 然後還會在東京動 在東京巨彈舉行 就是建設公司棒球大賽 然後就是各個公司 都會派出隊伍出來比賽 我想問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學校的那個 Taisugi是什麼樣的感覺 我們學校的房子這麼短 我們的體育是一個禮拜兩次 一堂課是球技 然後一堂是單式 我們學校可能有點老 因為我們學校會用那個 Hajimaki 大家印象中 少女媽媽你們看到那個體育節 會大會帶的 對對對對 我們每堂課一刻都一定要帶 真的假的 就是我們學校還貴 好可愛喔 一定要買那個 然後下一個年級是藍色的 我們是看室內寫的顏色 室內寫的顏色 就是每一個年級會不一樣 我們就是一般的長褲 然後就是那種運動的T恤 但是都是有牌子的 對這個也是我覺得 有一個文化差異就是 日本人超會用名牌 對 很多高中生用的牌子 都有LV啊 對對對對對 我覺得我們學校就不用多說了 因為我們學校沒有制服嘛 可是我覺得這個 並不是因為說他們很虛榮 是因為 以他們的薪資水準來說 其實買名牌真的沒有讓台灣怎麼會 因為文藤也喜歡買名牌 對我來說名牌 就等於E-code我們奢侈品的代表 可是對文藤來說 名牌等於品質的保障 可是他並沒有覺得自己 哇 花很多錢在去 為了買一個那個奢侈感啊 嗯 就是我覺得 跟我們對於名牌的印象 不一樣 可是當然說 他們還是會有很多人是追求 那個奢侈感而買名牌啊 基本 Tabio Gani Tite 相信大家可以剛知道 就是珍珠奶茶 在日本的女高中生之間 是有多流行 去迪士尼的固定行程就是 你戴那個迪士尼帽 穿去掉制服 然後珍珠奶茶 是平凡 可是迪士尼裡面有珍珠奶茶嗎 有 有有有 迪士尼什麼 迪士尼外面有一間共渣 外面有一間共渣 我們把手搖被視為一個 是很普通的東西 可是他們不是 對於奶精就很沒看 牛奶跟奶精 就分的很具備 我們喝很久 我們喝很多 我們第一口就知道 這是奶精 因為日本人其實很喜歡 那種默契默契的食感 很多日本的點心是這樣子嘛 就日本人超愛吃果凍的 真的喔 就是很多日本人早上就喝果凍 聞到早上就喝 就喝完走 因為他很喜歡吃果凍 日本人生病還要吃果凍 日本人生病還會吃冰 他們發酵會吃冰 他們都是冰降溫 我覺得好直接喔 越進來他們也是喝冰 他們學校沒有熱水 學校沒有熱水 我們這個可以加一點 對 你可以直接加 學校沒有溫水也沒有熱水 他別進入狀況 超厲害的 學校竟然沒有熱水 學校沒有熱水 但是我台灣沒有超級無法接受 台灣人的教育是那種 喝冰水對身體健康 尤其是女生 然後就來日本之後 他們的飲水機全部都是冰水 冬天也只有冰水 很多人到學校第一次飲食裝水 就是高中的時候 在日本的那個學長姐是 學妹要來跟我打招呼 她在走廊上只要看到我 我就說沒有看到她 她看到我 她還是要跑過來這樣 教一個神經病 對 對 我覺得好可怕的 對那個 Coach啊之類的 對老師也是 手放後面這樣子 對 對對對 那以上呢就是他們兩個人講的就是 日本的學校跟台灣學校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我另外準備了四個問題是 我自己常常在漫畫上 對日本的高中和音樂 我想問一下你們是不是都是真的這樣子 好那第一個問題 告白的時候會去後校社告白嗎 我是沒聽過耶 所以我玩漫畫都是幻想 對 第二個問題是 會在屋頂上面吃便當嗎 然後大家看日劇啊 或是看漫畫 都一定會有的場景 我們學校有屋頂 那種餐廳有沒有 我們好像是沒有屋頂 但是我也沒有聽過有人去外面吃午餐 就是通常都是在教室後 大家併桌 我們班是算那種比較沒有那種隔閡的班子 所以通常大家說 欸我可以加入嗎 他說我可以啊 喔好可愛喔 他直接這樣講 會看彼此的便當菜色嗎 因為我之前看冬畫的時候 他們都會有那種就是 可以加換便當之類的 有看過嗎 所以我這個漢堡牌給你 對對對 可是我發現他們沒有 他們真的沒有 他們完全不是別的便當 就跟漫畫完全不一樣 那今天這個影片呢 就到這裡為止啊 如果還有什麼想問他們的問題之類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然後也不要忘記去Follow阿嗨的IG 那裡有很多是日本留學的故事 它是用手繪的很可愛的療癒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會有一些他在日本上課的筆記 那就這樣啦 掰掰 掰掰 還有沒有 我們先去問五分鐘 小燕花 我們先去看 那些小燈 那些小燈 有一點 那些小燈